各位同学好 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 我们在电子与感测元件这个单元里头 前面一个小单元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半导体元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2GT乃至于LED这样子的一个电子元件 那这个单元我们要为各位介绍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半导体元件 也就是电晶体 电晶体的英文叫做transistor 那电晶体是一个半导体元件 它最重要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放大 放大电子讯号或是放大它的电流 放大它的电流的功率等等 那电晶体的这个历史啊 它是在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 Bell Lab的这三位物理学家 这三位物理学家 John Bourdin, Walter Breton, and William Shaqby 这三位物理学家所发明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 所以他们在1956年也是因为发明了这个transistor 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这个电晶体啊 它事实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电晶体的发明就导致了我们现代的电子时代 机体电路 整个数位时代的诞生 都是跟电晶体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联 那对人类的科技文明有很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那电晶体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电晶体的元件啊 它通常有三个角 这三个角的名称分别是EBC 那E也就是Ametor 射击 那B是基级 Base 那C是Collector 基级 所以我们讲那个电晶体有三个角 它分别是射击 基级 和基级 那这个电晶体呢 通常有两个类型 MPN跟PNP等等 那所以我们在实物上 MPN的电晶体比较常用 那不过MPN跟PNP的电晶体 它基本的这个原理都是一样 其实电流的方向不是不太相同 所以它基本的这个 这个 这基本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基级到射级的小电流 微量电流 它基级到射级的微量电流 会触发基级到射级的大电流 基级到射级 如果有小电流通过的话 会触发基级到射级的大电流 大家也许会想 这个跟我们先前提到的寄电器 好像有点像 是不是 那寄电器我们在这个线圈的两端 给它电讯号的时候 可以触发开关的大电流 但是电晶体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极其的电流 跟极其的电流 它是一个放大的作用 而不是一个开关的作用 也就是说极其电流 跟极其的电流 是一个成一个固定的比例 那这个比例就叫做 Current Game 电流的争议比Current Game 那这Current Game 基本上的定义就是极其比上极其 极其电流比上极其电流 也就是说极其电流的大小是跟极其电流 是完全一个正比例的关系 所以电晶体基本上不是一个开关 而是一个放大器 所以我们如果再总结一下的话 电晶体基本的功能就是 极其到射极的小电流 会触发极其到射极的大电流 然后这个极其电流跟极其电流 是成了一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叫做Current Game 它是一个电流的争议比 所以电晶体基本的功能 它是一个电流或是讯号 或是功率的放大器 而不是一个开关 那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就可以来再描述一下 这个电晶体的功能 和它的争议比的计算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 这个电晶体的这个积极的地方 我们算计了一个安培计 那安培计在这里 我们看到它的电流非常的小 250的μ安培 250μ安培 然后我们的这个 极其到射极的小电流 会触发极其到射极的大电流 所以我们在这个极其 Collector C的部分 如果我们串接一个安培计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的电流大的多 是55MA 一个是250μA 55MA 另外一个是55MA 那所以我们简单的算一下 它的增益比是多少呢 增益比我们算出来是220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电晶体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电晶体的积极电流 放大220倍 所以它是一个 放大电流的一个作用 我们用这样来计算它的增益比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电晶体的组成 做一点点这个改变 比如说我们再串接一个电晶体 我们把这个刚刚的第一个电晶体的 这个射极电流 我们再串接一个电晶体 让它变成第二个电晶体的 极极电流的话 我们看这样子会不会得到一个 双倍的放大呢 确实如此 那所以好像像是 像是在这里 我们如果第一个 第一个电晶体 它的Current Gain 它的增益比是220 我们又把这个第一个电晶体的 这个射极电流 变成第二个电晶体的 极极电流的话 所以它的增益比实际上会是 220 再乘上220 就变成48400 48400 所以增益比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很开心 如果我们串接两个电晶体 就可以把电流放大 48000倍 如果我们再继续串接下去 我们岂不是可以把电流 无限地放大吗 当然没有这么好 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个整个电路的最大电流 还是由电路的电压 电阻来决定这个饱和电流 还是由欧姆定律所决定 这个整个电阻的 整个电路 它的电源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然后整个电路的电阻是多少 由电压跟电阻 欧姆定律来决定 这个所谓的saturated current 饱和电流是多少 而不会无限被放大 那不过这样串接两个电 两个电晶体的想法 这个叫做达林顿对 Darlington Pairs 达林顿对 所以大家也了解电晶体 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那在这一个电路图里头 就给大家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简单 可是很有用的 这个电晶体的应用 这是一个光控开关的电路设计 那在这里头 我们就看到有几个 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元件 通通被放在这里了 那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光电晶体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电晶体 然后我们在前面串接了一个VR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VR是可变电阻 Variable resistor 那在前面这个LDR LDR是光明电阻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 所以我们把这些元件 把它放在一块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制作一个光控开关 光控开关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LDR的这个特性的话 那LDR呢 它会随着那个光的改变 来改变它的电阻值的大小 那改变它的电阻值大小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 它就会造成它的电流的改变 那比如说 如果当这个LDR的电阻值 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电晶体的积极电流 就会非常的小 所以这个时候 积极电流没有积极电流的话 我们的积极到射击 也就电流就非常小 所以我们的灯泡就不会亮 可是当我们的LDR 当我们的这个光明电阻呢 它的电阻值下降 电阻值下降的话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积极电流 就会有一个大电流出来 然后经过电阶性的放大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开关 把我们的这个灯泡给打开 把我们的开关给打开 所以这是一个光控开关 然后我们怎么样利用光明电阻的电阻值的改变 来经过电晶体的放大 来控制我们的这个 经过灯泡的电流的大小 所以这一个光控开关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那大家可能可以 大家可能可以会问到说 那这个可变电阻在做什么 可变电阻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可变电阻实际上是在调整 这个光控开关对光的敏感度 所以如果我们把可变电阻的电阻值 调得非常非常大的话 那我们的光明电阻的电阻值的改变 对于整个电阻值的影响 就变得不是很敏感 不是很大 那光明电阻 它就算有电阻值的改变 可是相对于可变电阻的大电阻值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开关就变得不敏感 如果我们把这个可变电阻 调得比较小的话 调得比较小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光明电阻的电阻值改变 在整个电阻的影响上的比例 突然变得很大 所以光的光 它这个开关对光的敏感度 就会提升 所以这个可变电阻的主要目的 是用来调整这个对光的敏感度 那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想象 这是一个光控开关 如果我们把这个光明电阻 改成我们前面提到的热敏电阻 那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是会随着温度而做变化 所以如果我们把光明电阻 改成热敏电阻的话 我们就变成一个热控开关 温控开关 所以我们这个开关就会随着热 随着温度的改变而做改变 而调整我们的这个输出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电晶体 简单的跟这些光明电阻 或是热敏电阻来做一些搭配 就可以得到一个 一些蛮好玩的一些应用 那电晶体的另外一种形式 我们把它叫做光电晶体 Phototransistor 光电晶体Phototransistor Phototransistor它的特性是说 它的机极不是电流 它的机极的触发不是电流 而是光 也就是说光照射在它的机极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机极到射极的大电流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特性 我们又可以做一些蛮不一样的应用 它的机极电流是由照射机极的光线上触发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来做光的感测 位置的感测 或是防盗等等 像是比如说我们这张投影片上的这些开关 我们叫做光遮断器 那光遮断器的英文叫做photointerruptor photointerruptor 那photointerruptor我们看到这个元件 还有两只手背 那这两只手背呢 一只手背里头放的是一个LED 那另外一只手背里头放的是一个光电晶体 那也就是说当这个两个手背之间 没有被遮住的时候 我们的LED的发出来的光会投射到光电晶体上 所以就会触发这个积极的这个大电流 所以它就是一个导通的状态 当我们的这个两个手背之间被遮蔽住 被遮蔽住的时候 LED的灯光没有办法这个投射在光电晶体的时候 它就变成段路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做像是比如说防盗的应用 或者说甚至这个位置的感测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光遮断器当成一个感测器 当成一个位置的感测器 看看我们这个物件有没有到达这个位置 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会遮蔽这个光源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物件有到达这个位置 而且它是一个非接触式的位置感测器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应用上 也会应用到光电晶体 所以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我们就为各位介绍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们现在的数位时代 人类的科技文明很有很有影响的这个元件 叫做电晶体 那也希望大家对电晶体有一个基本上的了解 它是一个放大电讯号 放大电流的一个元件 让它有一些不同的形式跟不同的应用 在这边间 没有电这一点 甚至有者